就下半部的 所以下半部今晚是我们要看四章第七节到这个三十节的这个部分 那这一段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谈道理 那道理在谈道的内容有什么呢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四章的七节到九节 约翰福音书四章七到九节 第七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八节 那使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九节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那这一段就是先谈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打水 所以如果这个相片这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就是在月旦和西岸的一些妇女在打水 他们在把那个打水的那个器皰放在那个头上 那一般上他们都有这个他们的器皰来去打水的 好 那这个部分 子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 就是跟她 讨水喝了 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第 第七节 那耶稣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这是子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第一句话 所以这个是我们曾经在这一段学习的时候 就是用这句话来做一个主题 请你给我水喝 子耶稣是用这句话开始的 那如果我们看到四章的三十二节的时候 子耶稣也说一句话 我有食物吃 所以前面的这一篇是水的故事 就是主耶稣关于那个水的 那三十一节以后的是那个食物 那是对门徒说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第八节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所以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开口说 在巨化的这个时候呢 八节就特别告诉我们一个背景 就是那个门徒呢 已经进城里去买食物了 那进城买食物 那如果你看二十七节 当下门徒回来 所以这个 刚才的那八节 就是门徒进城买食物 那二十七节是门徒从城 城里回来了 就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 有相关的经节 所以在这一段呢 八到二十七节之前呢 主耶稣就跟撒玛利亚妇人 在开始谈道理了 所以在这个谈道理的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 有两个重点 两个重点 第一个 就是主耶稣破解了那妇人的五大问题 所以大家看得到 那个五大问题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谈道的时候 有这个五个问题 第一个是种族 那个种族的心结 就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问题 主耶稣是犹太人 那个是撒玛利亚人 所以这个之间 我们也从这里要学习是说 主耶稣怎么样破解 这个 种族的心结 人总是之间都有一种 种族歧视 或者 我是什么族 你是什么族 或者是事上有很多 不同的 这些种族 大家 大家有不一样的 社会习惯 风俗 或者一些 社会的生活的 形态也不一样 所以 这些是种族之间的问题 那 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主耶稣 他破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为了什么 传福音 因为福音不是传给 某某人的 不是华人罢了 或者 毛利人 或者是都顺人 或者其他的 很多种族 主耶稣的福音是 关乎天下的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只是 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有种族 有不一样的语言 有不一样的生活背景 那这些是 之间的那个问题 但是主耶稣 要传福音就 就 超越了这个 就克服了这个问题 好 第二呢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 要破解的 第二个问题的 妇人的那个骄傲 等一下我们看见这个 撒梅利亚妇人很骄傲的 他骄傲有原因的 不是没有 因为 他就是很喜欢夸口 一定有他的原因 有人说 他有点本钱 我们 他骄傲有料到 他就可以 花口这样 他在主耶稣面前就是这样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 祖宗的那个优越感 这个撒梅利亚妇人呢 等一下我们看到 他有那个雅各井 雅各井是在撒梅利亚这个地方 所以 他就以这个 雅各留下来这个井 很优越 你没有啊 你犹太人没有这个井 我们有 就是这个优越感 第四个呢 是内心的那个 语律 这个妇人 里面 她生活里面 在她的心里里面 是有一些 语难的 她的是她内心的问题 主耶稣看透 主耶稣 说她的生活 那第五个呢 是敬拜的困扰 就是撒梅利亚妇人的那个 崇拜的那个信仰观念 主耶稣要把她 就是说把她纠正 把她带回来 所以 等一下我们就一个一个去看 主耶稣会 跟这个妇人在谈到的时候 她会解决这个 这个五个问题了 好 第二个重点呢 主耶稣和撒梅利亚妇人的 对话的因果关系 就是因为 你可以看到 她的那个 这个进程 她会逐渐的会变化 第一个呢 你会看见撒梅利亚妇人 对主耶稣的认识 先她知道是犹太人 你看哦 四章第九节 四章第九节 撒梅利亚妇人对主耶稣说什么呢 你既是犹太人 所以 撒梅利亚妇人刚刚 当初她认识 主耶稣的时候什么 犹太人 主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 但到最后呢 你看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妇人说我知道 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二十六节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因为 二十五节 他说 我知道 弥赛亚 就是那个 弥赛亚 就是那个 基督 他知道 所以主耶稣二十六节 跟他说 那跟你讲话的就是 跟你讲话的就是 就是我是 神 主耶稣自称 他是一个神 他就是那个将要来的 那个基督 那个救赎 所以 从 他认识的犹太人 后来认识他什么 原来 耶稣是基督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因果的 那个关系 那第二个呢 从 雅各的水井 那个 水井的井水 然后呢 让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的 他说的那个 活水的泉源 你看 十二节 十二节 你看那个 撒玛利亚夫人是什么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个井 留给我们 所以这里有 雅各的井水 有这个雅各的井水 留下来的 你看 从雅各以前 很远很远 留到现在的 到主耶稣的时代 还在 还有水 但是主耶稣 跟他说的以后呢 主耶稣 给他 活水 你看十四节 人若和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 泉源 自永到永生 主耶稣要给他 不是雅各井的水 而是要给他 泉源 一直到永生的水 所以 主耶稣要赐他的 这个水 是永远的 到哪里呢 进入 永生 进入永生 所以这个是 活水的泉源 那过来呢 第三 从城外 到城内 怎么看 我们看十五节 妇人说先生 请把我 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可 也不用来 这么圆 打水 你看这个十五节 就是那 妇人说 他不需要 走得那么圆 来打水 就是城外 要走住城外 为什么知道 是城外呢 因为刚才 我们念过 在这第八节 门徒 进城 买食物 所以等于说 妇人是 促城 打水 所以他是在城外 在外面 很远的地方 来打水 在雅各井 雅各井是在 那个城外 不是在城内 所以 他说 不要那么远 来打水 但是呢 后来在二十八节 我们看 二十八节 那妇人就留下 水罐子 往城里去 所以这是城内 所以妇人以后呢 得到主耶稣的 那个福音 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 他就怎么样 走进城内 所以啊 他有个过程 城外到城内 到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第四个 就从怀疑 到相信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对主耶稣 其实是在怀疑的 他是因为 一直在沟通 谈道 后来逐渐的认识了 耶稣是基督 那后来呢 我们注意 回到 我们看四章 四章的三十九节 四章三十九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信了耶稣 一位那妇人 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那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呢 他信了 他相信了以后 然后到城里去传福音 给撒玛利亚人 所以 那城里 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 他们也相信了 也相信了 所以怎么样看到 撒玛利亚妇人一个人信 后来 撒玛利亚人的那个全城的里面也信 一个人变全城的 所以一个城内 城外 后来他怀疑 知道他相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过程里面 这是一个 可以看到 一个人怎么认识 耶稣是基督 是主耶稣留下了一个 个人的步道 跟他谈道理 就这样逐渐的给他认识的 好 那现在我们 往下看的 四章第九节 我们看四章第九节 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 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妇人 没有来往 第十节 耶稣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 喝的是水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那这一段的经文 就 夫人 就开始对这个 耶稣 有怀疑 所以 我们就从这一节开始 看到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什么呢 你是犹太人 你是犹太人 你既然像我 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要水喝 我们可以注意吗 那个对话里面 你哦 犹太人 我 撒玛利亚人 看到吗 这是什么 种族的问题 种族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撒玛利亚妇人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犹太人 现在会跟他要水喝 这是 这是反常的 因为 所以你看这个 九节下半节就说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是没有来往的 没有的 犹太人 犹太人 也不可能 会 这么 低下头来 会跟撒玛利亚妇人 淘水喝 也不可能会走进 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 因为 跟大家解释过 这是 很久以前 已经是 这个种族都有冲突 我们是从哪里 那个 猎王记下的 十七章 我们有看撒玛利亚人的来源 这些人是什么人 那是 在 祖前 七百年前的事情 但是到了这个 主耶稣的时代 所以这个 已经 很久了 这个问题已经太久了 没办法 这个种族都没办法解决的 然后因为 有时候你越理 越乱 越讲 越 越不清 所以因为 大家的心里 就是 有那个障碍 但是 主耶稣是犹太人 所以你看他 为了要把福音 传给撒玛利亚人 主耶稣 先进去 主耶稣主动 跟他讲 跟你个敌母 不一样 你个敌母是来 找耶稣的 主耶稣 现在主动去找 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这个妇人 所以跟他 讨水喝 就是说 主耶稣要水喝 其实这个是个 借用的一个 开场摆了 为了是要跟他 讲话 那当然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 他会讲这个 这个问题 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是你不可能 跟我这个撒玛利亚人 要水喝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个犹太人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主耶稣就开始 跟他讲道 你看第十节 第十节 耶稣就回答说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 给我水 喝的是水 那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 活水 主耶稣的 和话很直接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主耶稣就是 纳入了神 主耶稣没有 没有回答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 之间的那个问题 不必 主耶稣不必 你要回答怎么解决 已经700多年前的问题来的 你怎么去解决 这个冲突已经太久了 那 社会里面的犹太人 就是会轻视 撒玛利亚人 就是这样 那主耶稣跟他 淘水喝 就很奇怪 他是很奇怪 那主耶稣也不必 跟他 跟他 来去讨论 也没有必要说 要在他的问题上来去解决 所以主耶稣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有没有看到 他没有 主耶稣没有从头开始说 那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来 他不解释 这个已经太久了 那是有很 整个社会的个问题 那主耶稣怎么回答呢 主耶稣 介绍他神的恩赐 我们来注意 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这个神的恩赐是什么 如果你看 他这个演义里面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这个恩赐什么呢 按照希腊文里面 这个是Dorea 是指着 一般上都指 那个圣灵来说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看那个恩赐 他是那个Dorea 就是恩赐 常会用在哪里 赏赐圣灵 赏赐圣灵 所以如果你看 使徒行传的二章三十八节 八章二十 或者是十章四十五 十一章十七节 那这些章节 在使徒行传里面 就是提到什么呢 圣灵的赏赐 圣灵的赏赐的时候 就是指着恩赐 就是 就是这个Dorea 不是Charisma 这个是主耶稣 神给我们免费的一个礼物 是最大的一个恩赐 要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恩典呢 这个恩赐以后又在哪里看到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第七章 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书的第七章 约翰福音书的七章三十九节 七章三十九节 耶稣这话要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所以这里说 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 那这句话指耶稣说 是指着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是什么呢 就在三十七节所说的 耶稣说嘛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主耶稣要给他活水泉源 所以主耶稣要给的水是这一个水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那主耶稣再回到 我们刚才回到约翰的第四章 所以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主耶稣要表明什么 以后他要给一种水 活水 其实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圣灵 圣灵成为活水泉源 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就是这样 这是很重要的 好 所以主耶稣一开口现在跟他讲什么 圣灵 跟他讲活水 这个泉源圣灵 那谁给呢 第二我们来看这个第二 你看第十节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水 你必找求他 所以现在我们再可以看到的时候 谁可以赏赐这个神的恩赐 这个圣灵呢 就是跟他说话的那一个 如果你知道那跟你说话要水喝的是水 他可以给你活水 你就必早就要求他 所以主耶稣赏赐圣灵的是谁 主耶稣 跟他讲话的这一个 我要给你活水 就是要给你圣灵 所以主耶稣用那个活水 来表明说 跟那个雅各井的水不一样 不一样的 那个喝了会渴 这个喝了不会渴 好 我们现在看 那主耶稣这样一说了以后 我们看到十一节 四章十一节 那夫人就在说了 先生没有打水的区距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 雅各从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 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我们先看十一节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对主耶稣说 你没有打水的区距 井又深 你怎么给我 你从那里得我活水 所以现在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还是只是谈那个雅各井的水 还是在谈雅各井的水 所以耶稣说要给他活水 给他这个神的恩典 这个活水 那他就很奇怪说 你没有打水那个区距 那个井又深 你怎么打 因为你要打水的话 你一定要有那个区距 这个妇人说什么呢 你没有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是他的骄傲心 你有没有看到 你要给我活水 井又不是你的 换句话说 井又不是你的 你又没有打水的 你凭什么要给我活水呢 那比如说 撒玛利亚夫人说 我的井 这是我们的井 撒玛利亚人的 我有打水的 你没有 你现在又凭什么 要给我活水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夫人 还是很坚强的说 我有雅各井的水 但是主耶稣这样的一说法 其实要 要给他知道 他主耶稣有那个活水 等一下他会给我们回答 那夫人就是有打水的器皿 他没有 那接下来你看那个 那夫人又说 井又深 井很深 就是说 你要给我活水不容易 因为你要打水 你没有器具 你怎么去拿水 那一般上这个水井 到底有多深 因为撒玛利亚夫人说 那井很深 那井很深 你没有打水的器 你怎么打 你从来拿活水给我 这个是图片 这个是井口 那个井的口 我们有没有看里面 有多深 那你要进去要多深 这个图片你会看 你看那个人会在里面 很深 很深 所以一般上来说 这个水井要挖很深很深 他们才会得到那个活水 尤其这个中东一带的这个地方 加南地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要挖 挖很深的水井 挖到里面 所以你看这个 有那个大约会超过 10 一直到13个米特 那等于是我们的这里 如果算尺寸来说 应该是3到40尺 那么深 才有那个活水 所以人如果走进去的话 你就看到图片 那人是那么小个 很深 就是说很深 所以他们要得到这个水的话 要很深 你没有 你如果没有打水的器具 放下去 你怎么拿水 也就是说 撒末利亚夫人在挑战 你凭什么给我活水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这是我们的 因为之前 主耶稣是跟他讨水喝 那现在换回来的时候 主耶稣要给他水喝 这个是很奇怪 他就很奇怪 那接下来 12节 我们看 12节 他又再说了 我们的主宗雅各 将这个水井 留给我们 他和自己的儿子 近身处都喝这井里的水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13节 那耶稣就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 14节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自永到永生 15节 不然说先生 请把这水赐给我 就我不可 也不用来这么远 打水 好 那 那现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说第三个问题了 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12节 你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我们的主宗 雅各 把这个井留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什么 他以雅各为他的荣耀 雅各也是犹太人的 因为亚不然以撒雅各 也是他们的那个主宗来的 但是现在撒玛利亚人在主耶稣的面前说 我们的主宗 凭什么水井啊 犹太人没有的 撒玛利亚人有 这个 他们就是凭这个雅各留下 这个口井是我们的 留下来的 甚至他也说 雅各自己他的儿子 牲畜都是喝这井里的水的 所以这等于什么呢 他以他的那个雅各 为他的祖宗为荣耀 那主耶稣其实 按照犹太人 这也是他的祖宗嘛 只是 输在哪里呢 这个井 这个井是撒玛利亚人的 所以他就坚持的 就是说他以他的祖宗为光荣 所以这个是什么 传统的那个优势 他有这个地 有这个水井 是他的 这种是他的优越感 我有啊 现在你 你说有活水 那你怎么有 我这个就是 你看从雅各留到现在的 这个水的海在 你凭什么 还有什么活水给我 但是主耶稣你看 他在十三节 主耶稣立刻跟他 跟他决定说 反喝这个水的 还要再渴 对不对 你喝了雅各井的水 你还是要来打水 一直要来打水 所以主耶稣在坦的这个水 并不是那个 我们物质界的那个水 刚才我在解说 这是指到他 要赏赐的那个圣灵 就是活水的泉源 这在哪里呢 那个七章 刚才我也给大家看了 就是 赏赐圣灵 凡口渴的到我这里来 可以喝 主耶稣要给这个活水的泉源 那主耶稣要给他活水 那你看 他怎么说呢 请把这水给我喝 他现在要了 你给我水喝 我要 叫我不会渴 刚才 刚才很怀疑 他现在 主耶稣 那 好了 那现在你给我水喝 你给我水喝 叫我不渴 叫我不用来打水 因为太远了 但是主耶稣 又没有回答 是要给他这个水喝 因为这个水是 属灵的 他没有给他 但是 主耶稣要把他转向什么 要撒玛利亚妇人认识他 因为 他现在已经认知了 耶稣能够给他活水 但是这个活水要怎么得呢 主耶稣现在没有 因为他说 你现在给我水喝 给我这个水 叫我永远不渴 好了 主耶稣就转向 为什么呢 要撒玛利亚妇人认定 赏赐这个活水全眼的是 主耶稣 要他认识耶稣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见 原来他认识的 耶稣是基督就对了 所以赏赐圣灵的是谁呢 耶稣基督 他来了 他要赏赐圣灵给我们 这是赐圣灵的对象 好那 接下来你看 十六到十八节 十六到十八节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 也到我这里来 十七节 夫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十八节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我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突然换话题 有没有看到 所谓的换话题就是说 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认识他 因为刚才的那个活水已经解决了 主耶稣那活水 我会给你 活水全眼是涌到涌身 他说好了那你就给我 他已经开始求了 求谁 主耶稣 从这句话里面 主耶稣要他重新认识 跟你讲话的这个耶稣 到底是谁 他能够赐活水 所以主耶稣就说 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到这里 转话题 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讲 为什么他会跟他说 你要这个 要他的丈夫过来 原来主耶稣要到处这个妇人的 他私人的问题 他的婚姻的问题 因为很明确的 为什么不在城里拿水 单单的这么撒玛利亚妇人 会到城外打水 有原因的 这么远 一个妇人怎么到这么远 原来 按照婚 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婚姻来讲 你看主耶稣说 叫你的丈夫来 他说我没有丈夫 主耶稣说不错 但是你已经有五个 主耶稣直接说你有五个丈夫 他会吓到 你怎么知道我的背景 那当然一个就是说 主耶稣是全知 没有错 全知 那二来说 以这个环境来看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出来打谁的 不是在城内的 所以从这个我们看的话 就可以发觉说 这个妇人在城内是有点受委屈的了 你看到一个人有五个丈夫已经没有人要了 这个妇人怎么样 被人会轻视 因为在婚姻上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说 主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但是189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而现在的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这话是真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样一念 你是认为这个妇人是淫妇吗 是淫妇吗 如果是淫妇的话 她已经被打死 但是为什么 如果这样的有这么多丈夫 又不是丈夫 这个妇人是不是 对的 或者是她是端庄的 如果 如果是淫妇的话 你按照诫命来说 当然 摩西五经 她是被打死的 淫妇一定被打死的 但是为什么又不是淫妇 她又那么多丈夫 那问题是在哪里 我们先看 因为在立位记有这么给我们知道 我们看立位记 立位记的20章 第10节 20章第10节 这是摩西五经 很明文的就说到 你看20章第10节 以灵色之妻行影的 奸夫淫妇都被致死 所以如果是犯奸淫罪的 那个 奸夫淫妇都会被打死的 谁是死的 但是如果你讲她有五个丈夫 现在又不是 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背景 主要是说她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又不是 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立位记 或者是这个 资料里面给大家看的生命记也有 只要是淫妇 一定是被打死的 所谓的淫妇就是说 她有丈夫 如果她去找另外一个男人 被抓奸了 那她一定会跟那个奸夫打死 可是现在她有五个丈夫又怎么解释 原来 在我们原来就是说 在生命记的24章 我们要看生命记的24章的这个问题 生命记24章 24章的第一节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她 就可以写修书交在她手中 打发她离开丈夫家 第二节 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 三节 后夫若恨恶她 写修书在交她手中 打发她离开夫家 或是娶她委屈的夫 后夫死了 四节 打发她去的前夫 不可在妇人玷污以后再娶她委屈 因为这是约华所证悟的 不可使约华你的神 所赐伪业之地 被玷污了 凭这个律法 摩西五经律法里面这里提到说 人若修去见她 取去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 不喜悦她 怎么样 可以写修书交在她手中 打发她出去 这是一个问题 摩西五经里面写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问题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主耶稣反对的地方 所以以后你会发觉在 马太福音五章 十九章 主耶稣会针对这个问题 告诉我们怎么处理 其实主耶稣不赞同这样的离婚 为什么呢 你看第一节 娶了妻子以后 见她有不合理的事 见她是说 这个不合理的是很多种了 按照原理的说就是说 丈夫得不到满足 这其中一个 婚婚上没办法满足 后来 这个拉比就加上很多了 不喜悦她 就是说她不会煮饭 不会洗衣服 那饼烧焦 做一个蛋糕又不成 那面包又太硬 不喜欢她 怎么样 我今晚就写一个修书给她 给她的太太 这个太太就拿了修书就出去 她有修书 她拿了修书就出去 那拿了修书 你看第二节 妇人离开妇嫁以后 可以去嫁别人 对吗 不可以 如果按照主耶稣说的 因为不是淫乱的缘故 对不对 她不是淫乱 但是古时代摩西 任凭他们 丈夫拿了修书 那个女人就拿着修书去嫁人 所以那个男人看见她的时候 不错啊 你有老公 她说有啊 那怎么办 我有修书啊 好啊 我娶你 又可以娶你了 那娶了以后 然后你看 第三节 后夫若恨恶他写修书 再交给他 第二个 不喜欢了 又再写修书交给他 你打发他走了 所以 这个 妇人 有五个丈夫 其实有她的 有她的原因 如果凭着 生命记二十四章来说的 来说的话 这样我们可以 大概可以分析 可能三个可能 第一个 可能结婚了五次 五个丈夫都 都死掉 请问了 一个女人 嫁一个丈夫就死 第二个丈夫又死 第三个又死 谁还敢再去 五个呢 那第六个这个 是不是 所以这个妇人来说 如果是真的是这样 比如说她有五个丈夫 都不是都死掉的 可能了 第二个可能就是按照 生命记二十四章所说的 她已经无故的被语去的 五个 被修了 所以 在她手中有五个 五个被修的 那第六个要不要现在 还在想 是不是 因为 你已经是 怎么说 有第五手啊 不是second hand 是第五手了 那 那下一个还有不要 那个对这个女人来说 这个是很 很可怜的 没有 没有丈夫要 没有丈夫要 所以 你看 接下来 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 很羞耻的这个 到底她有没有丈夫 没有人要 所以这个妇人 主耶稣已经 看透了 知道她的心里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耶稣 如果这样说的话 等一下我们就看 看得到 这个妇人 就知道 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不是一般的人 你是一个先知来的 所以接下来 如果我们看 这个妇人 如果在婚姻上都成问题 那比如说 她 她受欢迎的那个程度 有多少呢 但是主耶稣就是找她 她需要耶稣 她需要救恩 因为她很可怜 她很是无辜的 所以 如果按照摩西的就业的律法 这样来看 女人 真的很可怜 真的可怜 做丈夫那个 只要不喜欢 只要我不喜欢 我就写个修书给你 你就拿着修书去嫁人 所以主耶稣在 新月时代就跟门徒 跟众人说 可以吗 不可以 除了淫乱的缘故 除了 除了太太去淫乱了 犯奸淫的 那你可以修掉 如果没有的话 还是你的 对不对 所以 只有奸淫到淫乱 才会破坏 那个婚姻的那个制度 除了这个摩西的律法 主耶稣是不赞同 不可以的 因为 等于什么呢 主耶稣说 你叫你的太太去做淫妇 等于是这个意思 虽然他有修书 写个修书 明义上是可以再嫁了 但是你叫太太这样去 找别的男人 比方说你必 强迫你的太太变淫妇 这样 所以主耶稣不赞同这个婚 这样的婚姻制度 所以除了怎么样 淫乱的缘故 那就破坏了那婚姻 就是这个问题 OK 所以这个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若是真的死了 嫁了那么多个 五个老公都死掉的话 你问我我会不想娶 不知道我会不会死掉 那真的是科罗果是这样 那如果按照生命记24章 那大可能就是他被遗弃 被羞无耻 这个是蛮可怜的 而且没有自己真正的丈夫 也很羞耻 因为如果希伯来人 希伯来人的女生 要出嫁的传统 一般上怎么样 他们一定会被祝福的 有两个很重要的祝福 什么祝福 得孩子 有后裕 然后可以得成文 这个你可以看 创世纪24章60节的 你看那个利百家出嫁的时候 他们在祝福他 我们看创世纪24章 创世纪24章 我们来看这个60节 24章60 你看利百家出嫁的那一天 你看他们怎么样祝福他 60节 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说 我们的妹子 愿你做千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遇得着仇底的成满 这是祝福 什么祝福 有两个 愿你做千万人母 比如说你会生养 你会生养 但是这个 撒玛利亚妇人呢 看来好像没有 可能就是没有 没有子 没有子孙 没有后遇 那没有后遇 第二个更加没有了 你不能都得到这个仇底的成本 没有后遇就没有地 这是西伯来人 或者是 撒玛利亚人也一样了 因为他们是按照谋西律法的 这一个 一个西伯来人 妇女如果出嫁以后 会生养孩子 是蒙大恩的女子 所以西伯来人 女子一定要生 结婚的时候一定会生的 为什么呢 他们希望生到米赛亚 这是祝福 所以我这些女人很有福气 他们就等待 这个以后生的一个救主 这样 所以玛利亚就是这样 所以天使跟她讲 你是蒙大恩的女子 这么多 婦女 也被显中 就是这个恩典 好了 所以这个 就是 撒玛利亚妇人的 那个问题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 四章十九节 约翰福音书四章十九 四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 这个部分 妇人说 先生 我看出你是先知了 看出来 现在 二十节 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到说 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 二十一 耶稣说 妇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这耶路撒冷 二十二 你们所拜的 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 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 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二十三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一个灵 所以拜他的 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十九节 就是妇人认识了耶稣了 认识了耶稣的 还没有真的 就是 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了 你因为知道我的问题 这个是先知 这个先知就是 在摩西所说 以后将来要来的 那一个先知 你看来就认识这一个 所以二十节 这个 这个妇人 她就怎么样 进入一个 做礼拜 敬拜神的困扰 真正拜父的 那个信仰的迷惑 就在哪里祭拜 要在那里敬拜神 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地点 你看 二十节 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 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 这是什么地方 他说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礼拜 这是山什么山 这个山 激励新山 你记得吗 事件 这个有两座山 激励新山 与八路山 所以按照当时的地理来说 这个妇人可以跟在耶稣面前跟他讲 我们是在这个山祭拜 他会指 他有个动作语言 他会指这个山 因为他没有说 在激励新山礼拜 所以他是当时的那个地点 他会指这个山 我们在这山来做礼拜 就是激励新山 激励新山 就是所谓宣告的祝福 祝福的那个地方 事件层就在两座山的中间 这叫Sikim 所以 约翰福音说 那个地方叫 叙加 Sikara 这个是 他们会在这山上做礼拜 所以撒玛利亚人 他们也有他们的祭司 他们会在激励新山来做 他们的礼拜 敬拜 好像这个图片 他们就在激励山上 守一夜节 但是他们不会去耶路撒冷 不会去西安山 因为两个民主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在激励新山 来去做礼拜 好了 就是所谓的那个激励新山 他就在他们做礼拜 那主耶稣怎么样 来去回答他呢 怎么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好 你看21节 21节 耶稣说 父人 你当信我 时候将到 你 你们拜父 也不在这山上 也不在 耶路撒冷 什么意思 主耶稣要他 除去那个行事化的敬拜 要敬拜神 你不能够锁定说 在撒玛利亚山 才能够敬拜 或者在耶路撒冷 才能够敬 主耶稣要废除 那个行事化的 那个 那个 敬拜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很很很规律的一个礼拜 你到会躺几点 会祷告会唱诗 这种是一种 我们很常 规律性的一个崇拜 也不是说错 但是 如果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比较行事化的话 你 你没有心 没有按照真理 你怎么敬拜呢 所以主耶稣等一下会告诉我们 你要怎么敬拜神 所以 他不要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 锁定说 我要在撒玛利亚山才能够敬拜神 你们要说在耶路撒冷才能够敬拜神 所以主耶稣说 不在 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所以主耶稣 第一个要他废除的就是不要 敬拜神 不要行事化 所以行事化是做给你看也可以 我可以跪到祷告 跪了半个三 两个三个小时也可以 我就给别人看我在祷告 这是行事 但是你没有心讲 跟主耶稣沟通的 就就行事了 比如说禁食 我不吃啊 我不喝啊 可是你就装扮了 为什么你 你不知道我在禁食 是这样 你变成一种崇拜的一种宗教 里面要做的一个本分 变成是在 耍给人看 不要行事 那接下来呢 主耶稣要告诉他什么呢 你看 我们看 22节 22节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主耶稣要跟他说 救恩要从哪里出来 不是从撒玛利亚 是要从犹太人出来 是要点出这个 所以如果是犹太人说 有一个典型就是说 从西安山 从耶路撒冷 这条线 大卫网的那一个制度 那个后裔 还是属于救恩的那条线 所以你看罗马书就有介绍了 主耶稣按照肉体来说 他是 大卫的后裔 以人来看 但是 以圣上的灵来看 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 是神的本身 好 23节呢 他说 时候将到如今 就是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 拜他 所以主耶稣要 要求什么呢 用心 中文圣经 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个 父也要这样来拜他 这个心灵和诚实 什么意思 那如果你看英文的话 如果大家 如果你是看英文的话 他就比较清楚 就是 in spirit and truth 应该马来语也说 那是对的 这样会比较正确 所以中文的说 用心灵和诚实 其实就是说 你要在灵里 你要在 那个真理 里面来去敬拜神 所以你要靠着圣灵 你要有 神的真理 那个道理 你按照真理 才能够敬拜神 所以如果你没有道理 没有主耶稣的话 没有真理的话 你没有灵 你 你怎么可以真正拜神呢 所以主耶稣真正能够拜神的 你要用 要灵 还有真理里面 回到刚才了 你还是要求圣灵 你还是要求到圣灵 所以圣灵帮助我们 带入我们在灵里来去敬拜 你要按照真理 按照主 主耶稣的道理 这样会比较正确 所以这是 心灵和诚实 带他的那个意思 是在 灵里面 也在真理里面来去敬拜 好 25到26节 25到26节 夫人说 我知道你 弥赛亚 就是那称为基督的 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 所以现在这个妇人 开始怎么样 他想起 弥赛亚 弥赛亚 刚才是先知 现在 我想起 我知道弥赛亚 他会将我一切事告诉 告诉我们的 那主耶稣跟他说什么 26节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还记得吗 这一节 约翰4章26节 我们说那个 我 我是 ego emi 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次 你看 这是主耶稣的第一次 这个 4章26节 这是绝对性 Absolute 主耶稣说的那个 我 我是 就在这个 4章26节 第一次 约翰福音书里面 第一次 主耶稣开口说的 这第一次 你 这和你说话的 我 我是 应该是这样翻了 所以中文圣 那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其实主耶稣在介绍什么呢 我就是那个 就是 神跟 那个摩西 介绍的时候 是说的 你是谁 我 我是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主耶稣在 介绍他 他就是那位 那位神 也就是这样 已经来的 那个米赛亚 所以 我们再看这个 27节 27节 当下门徒回来 就吸取耶稣 和一个妇人说话 只是没有人说 你是要 什么 或说 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28 那妇人就留下 谁罐子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29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 素来所行的事 一切事都 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 这就是基督吗 三十 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 我们 念到这一个部分 我们看到最后的 那个成果 就是 那个 撒玛利亚妇人 认识了 耶稣是基督 那这样的话 怎么样 这个妇人 就留下了 那个水罐子 看到吗 刚才的那个水罐子 就是那个器皿 其中的这个器皿 他不是跟耶稣 你没有打水的器皿 你怎么要跟我 现在怎么样 这个水罐子他都丢掉 你看 他留下来 他不再拿了 怎么样 他就往城里去 往城里去 所以现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把他自己有的那个 种族的问题 他跟主耶稣有种族的 没有啦 他跟 他的那个骄傲 不然他很骄傲的 火有打水的 现在没有了 传统上的就是说 他以他的祖宗为荣耀的 没有了 他也不要那个雅各锦 他也没有那个忧虑 他已经放下他自己的 那种悲哀羞耻怎么样 走进城里面去 告诉城里的人 我看到了 莫非他就是基督 他在做见证了 因为他在记录 我看到一个给我给我活水的 就是基督要来了 他就走进去 去做见证 所以那城里的人就走出来了 都往耶稣那里去 大家都出来往耶稣那里去 这个变成很热闹 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 跟撒玛利亚妇人的 谈道留下来的一个景象 那等于也就说 这个这一篇 这一个段落里面 让我们看到主耶稣 破解了这个妇人的 五个问题 种族 主耶稣 主耶稣主动解决 这个种族的问题 犹太人跟撒玛利亚妇人 讨水喝 但是主耶稣要给他水喝了 所以就破解了 主耶稣主动跟撒玛利亚人好 福音要传这样的话 你一定要主动 把福音带进去 虽然是再坏的敌人 再坏的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把福音传给他 第二 富人的骄傲 主耶稣就把它破解掉了 不再骄傲了 所以第三 这个雅各井的优越感 雅各井是我们的 他没有了 现在也不用了 因为他认识了主耶稣给他活水 第四 他的内心的忧虑 他有五个丈夫 他说不是他的 他这个心理的问题 主耶稣也破解 主耶稣知道 最后呢 就是敬拜神的问题 真正拜神的 主耶稣跟他说 你要在灵里 你要在真理里面来去敬拜神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这个以后呢 往下来 耶稣的门徒就走出来了 27节 当下门徒就回来 就回来 就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也不敢问 所以莫非 他们说主耶稣有东西吃 还是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 我们在下个星期 再接下去 主耶稣跟门徒谈话 谈什么呢 主耶稣跟他们说 你看在 32节 32节 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是你们不知道的 这是主耶稣跟门徒 讲的一篇的道理 是讲食物 讲食物 讲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 后来全城的人 都在接待耶稣 撒玛利安接待耶稣 让他在那边住几天 所以这是 主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一个 开脱步道的一个 留下来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好 感谢主 那我们今晚就 看到这个部分 我们下个星期再接 四章 31节 一直到42节的 主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 所以晚上我们就 差不多到这里 感谢主 我们就一起来 做一个感谢祷告 求主祝福大家 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 感谢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